晚間的一八零零 我們看到台中地檢署指揮檢警 查獲台中七期那麼一家科技公司 有人說這難道是IMB台中版2.0嗎 甚至您看到騙大家的錢 最後不乏所得吸金七十三億 檢警線上查扣十九支百萬名表 他們吸收別人的錢 用來過豪奢的生活 這一家科技公司 架設境外債券的投資平臺 以年利率七到十二趴 那麼舉辦了這投資說明會 還提出了三百六十一件的方案 十年下來吸引上萬名投資者 要認購東南亞的債券 吸金這個數字天價七十三億 那麼科技公司的十五個人 現在涉嫌違反了銀行法 所以被台中地檢署正式起訴 刑事局幹員特地走安全梯 來到架設境外債券投資平臺科技公司 特令所有人不准動後開始搜索 現場查扣三百八十多萬元現金 證物桌上擺滿各式名表 有百達斐利 玉伯表 全部有十九支 其中這一支金光閃閃的法蘭克穆勒 價值三四百萬 公司員工也通通帶回調查 因為台中地檢署查出 這家科技公司從一百零三年起 整合新加坡 馬來西亞 柬埔寨 以及台灣的債券 放到他們所架設的債券認購平臺 給投資人認購 之後固定支付七到十二 趴不等的利息 已經違反銀行法 科技公司就位在台中市七期這棟大樓 檢方調查公司成立十年來吸收會員上萬人 吸金七十三億五千多萬 台中地檢已扣押公司負責人房產 以及公司資金計一億四千多萬元 並提起公訴 招控的科技公司發出聲明 表示目前並沒有債券轉讓平臺金融科技母法 強調積極保障投資人權益 與推動成立P2P商業同業工會 提升跟銀行間的合作機制絕對沒有不法 對於遭到起訴深表遺憾 期待司法還他們公道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